下面来看到那其他方面的新闻 据台湾东森电视台报道 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奎利诺再度指出 中国大陆将于2027年前做好攻台准备 对此台湾安全部门负责人蔡明燕在立法机构被巡使 被问到台湾安全单位是否掌握相关情资 蔡明燕表示会持续监控相关动态 此外 两岸如果真的发生战争 台湾财政部门为筹措战备资金 可以考量增加税 对此台相关部门回复目前正言一中 但还在讨论阶段 对此有国民党人士呼吁应该要全力避战 能够不要打仗就没有战争税 没有战争圈 能够避战远高于重要性远高于备战